浑身是胆之素与神兽世人的注意 只因为影片本身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就是该影片的导演 就是著名的武打动作指导大师袁奎 这个人是香港的顶级导演 曾经拍摄过著名的电影《金武门》 想必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 因为《金武门》的主演正是世界有名的华人演员李小龙 电影的第二大亮点则是里面有众多明星加盟 其中包括美女明星袁詠仪以及孝星周星驰等人 第三大笑点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因为这部电影的主演恰恰是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当时的李湘宁还不到30岁正值风华之年 年轻貌美的她在电影中惊艳亮相 让太多人难以忘怀 李湘宁1969年出生于美国 她的身上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刚毅品格 还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突出气质 本来李湘宁可以像很多普通的孩子一样 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可是在她4岁的时候 父亲李小龙却因意外离世 要知道世界人民能够重新认识中国功夫 这背后离不开李小龙的宣传功劳 作为好莱坞华人巨星 李小龙本应该有一个耀眼的人生 可再而在1973年 年仅33岁李小龙的意外逝世 这件事情一劫爆出就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 很多人都为她的死而念念不忘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 依旧有不少的媒体和组织 还在深挖李小龙的死亡真相 当时的官方给出的真相是她死于脑水中 但即便到现在都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说法 同样李小龙的突然离世 也给琳达母子带来巨大的伤痛 琳达与李小龙本身有两个孩子 而在李香宁的上面 还有一个哥哥李国豪 李国豪大李香宁整整4岁 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也不过是8岁的小少年 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来 李国豪却是在外形上带了几分李小龙的影子 而且从很小的时候 他也曾经历过相当专业的武术训练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 1994年李国豪在电影《乌鸦》中 以一场意外而不幸离世 从此只剩下李香宁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 基因的魅力十分强大 相对于哥哥李国豪 李香宁长得更加像自己的父亲 但同时他也拥有一份十分独特 而有出众的女性气质 上大学时李香宁依然选择了演艺专业 走向一条与自己的父兄同样的演艺道路 不过李香宁多才又多艺 他除了演技精湛以外 还有一副好嗓子 由于才能突出加上容貌亲力 李香宁无论走到哪里 都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大学毕业以后 有不少好莱坞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 纷纷邀请他进入影视圈 可对于那些花瓶式的角色 李香宁并不喜欢 他开始苦力武艺 争取有朝一日 能和自己的父亲以及哥哥那样 靠着功夫而不出一片天地 1993年 李香宁在美国人罗布克恩 指导的李小龙传奇首次露面 这部影片对于李香宁说意义非凡 因为电影讲述的正是他父亲李小龙的一生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十分出彩 里面的内容详尽客观 没有像美国传统的好莱坞影视剧那样 对李小龙的一生过分夸大 反而整个剧情十分品一进人 并用最真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位胆大热血 且十分朴实的中国功夫巨星的形象 李香宁因为全程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制作当中 这也让他更加对父亲李小龙的生前往事感到好奇 毕竟父亲走的时候李香宁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孩 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始终是一个朦胧而又熟悉的大名词 当这部电影拍完以后 李香宁正式走上寻找父亲生前踪迹的旅程 他查了很多资料 知道父亲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爱国小伙 同时他还刻意拜访了许多与父亲生前打过交道的人 在他们的交口称赞中 李香宁隐隐约约觉得 似乎父亲永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加让人钦佩 1998年香港电影导演袁奎找到李香宁 声称要拍一部武打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与李小龙的题材没有任何关联 但值得一提的是 袁奎却却是李小龙的生前好友 他与李小龙在上世纪70年代 因为《金武门》等电影而结缘 当初若不是袁奎的大力之时 李小龙也不可能在国内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出于对父老好友的特殊敬意 李香宁决定再三之后还是加盟到这部电影里 当然袁奎却并没有让李香宁失望 他在为了能够将这部电影拍摄得更加完美 还邀请影星周星驰与袁永林等人为他作配 周星驰是李小龙的超级粉丝 他听到电影的主角是李小龙的女儿时 也欣然答应了邀约 电影里 年轻的李香宁大展身手非常因此洒爽 而他与冰尼打斗的热血场景 也同样点燃了很多年轻人的激情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武打影片 不过在这部电影拍摄完以后 李香宁便逐渐淡出影坛 十年之后 他与国内的制片人合作了一部 名为李小龙传奇的同名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在当年也向他火爆 估计不少人都看过 在这部电视剧拍完以后 李香宁便彻底归隐 几十年来 李香宁通过多方的探索 对父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大人到中年 李香宁更愿意将对父亲的那种怀念之情 转移到心底 时光匆匆 如今的李香宁早已经蜕变青涩 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 还拥有了一个十分美满的家庭 最后让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女士 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够不被世俗干扰 继续过自己喜欢的生活